大家好 秋天苹果成熟了 我每年都去摘苹果 今年我终于找到了最喜欢吃的品种 来跟我先逛一逛吧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品种 再往里边走一走 正好带着小白一起散散步 这又是一个品种 有人牵着大狗来摘苹果 摘一个苹果看看手没手 不知道这是什么品种 大概是马克道士 我摘这个这个红 尝一个吃吃 有点像中国的果光苹果 很久以前在大连的时候 吃的果光苹果 很好吃我喜欢 酸甜的口感很脆 我发现这个苹果长得很有意思 都是一对一对的 看上边一对一对 后来一起去的朋友告诉我 这就是马克道士 只有这种苹果是一对一对的长 有些树的苹果掉了很多在地上 看着有点可惜 这也不是我想要的品种 但是看到满树的苹果 还是忍不住 先上去摘一袋子 摘完苹果 发现了满树的大牙梨 挂满了枝头 这种梨现在有点硬 回去放一放会非常的甜 游客们都喜欢摘这种梨 今天谁要是不摘梨 都好像是白来了一趟 哎呀 这苹果真大 哦 嘿 挺大这苹果 真好 要拿个袋子来坐 嗯 都是有袋子吧 袋子在那边呢 我先走一步再走 好 这个是哪个村里来的小姑娘呀 看远处的牌子 终于发现了它 去过好多苹果园 都没有发现这个品种的 摘到了最想要的苹果 大家非常开心 这种苹果在市场上很少见 不容易买到 离开了苹果园 拐个弯就到了朋友家 他家的海棠成熟了 李子也成熟了 告诉我们随便吃随便宅 如果你也想去这家果园 我把地址放到视频的下方 若是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给我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